1907年8月 法国人保罗·科尔尼 研制出一架全尺寸直升机 同年11月 这架名为飞行自行车的直升机试飞成功 尽管当时的飞行高度只有0.3米 离开地面的全部时间也只有20秒 这却标志着直升机的诞生 如今直升机的最大时速可达每小时300千米以上 最大高度12450米 航程可达800千米 我们站在一架典型直升机前 可以看到机身 旋翼 尾桨 起落架等部位 直升机属于旋翼飞行器 旋翼是直升机最重要的部件 旋翼产生生力的概念并不新鲜 中国古代就出现的竹蜻蜓一直流传到现在 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 这种称为中国陀螺的直升机玩具 在15世纪中叶就已经传入了欧洲 西方人认为 发明直升机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的竹蜻蜓 旋翼转动时对空气产生向下的推力 而空气的反作用力则将旋翼向上推 这样就保证了直升机的飞行稳定性 前后左右飞行 当然旋翼和尾奖的动力都是来自于机身内部的发动机 虽然直升机震动和噪声高使用成本高速度低航程短 但是凭借其可以做出低空、低速和机头方向不变的机动飞行 以及可在小面积场地垂直起降的突出特点 直升机 在运输、巡逻、旅游和救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